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能够在受难周当中 更多的来默想关于耶稣基督 祂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一切 为什么耶稣必须要受害 必须要在十字架上牺牲祂的生命呢 很重要的是祂是无罪的 但是却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 祂要成为我们的赎价 这也是今天经文的重点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录家福音23章13到25节 毕拉多传奇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就对他们说 你们姐这人到我这里 说她是诱惑百姓的 看哪 我也曾将你们告她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她 并没有查出她什么罪来 就是西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她送回来 可见她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故此我要责打她 把她释放了 每逢这节期 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 作乱杀人 下在尖里的 毕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毕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 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了 他们大声催逼毕拉多 求他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 毕拉多这才照他们 所求的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 那作乱杀人 下在尖里的释放了 把耶稣交给他们 任凭他们的一丝行 今天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记载的 就是当毕拉多他审问耶稣 他发现耶稣并不是像这些 犹太宗教领袖所控告的那样 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他为了要能够规避掉他的责任 所以他把耶稣送到西律王那边去 可是西律王一样也没有办法 查证耶稣有罪 所以又把他送回来 当毕拉多他 就是必须要重新的来审问耶稣的时候 那他也对其他的这些 控告他的人说 他实在是查不出 耶稣有什么罪 而且他也说 西律也一样没有办法查出他的罪 所以他并没有办法 就是按照这些宗教领袖所诉求的 要把耶稣处死 可是毕拉多为了要能够使这些人 可以被安抚 所以他就想用一个妥协的方式 他就说我要折打他 然后把他释放了 那因为就是如果这些人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强烈诉求 所以毕拉多想说 那我就做一些比较轻微一点的刑罚 但是至少保留他的生命 因为他查不出耶稣有该死的罪来 但是显然众人是不愿意接受 所以毕拉多就建议说 每一次过节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请求 就是有一个特色 所以这个是刚好是月节的节期 所以毕拉多想说 或许少一个台阶下 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把耶稣给释放了 那这样的话 大家彼此都各退一步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众人其实并不接受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会发现 路加他很详细的记载了 毕拉多的审问 也记载了西律的审问 然后呢 也有毕拉多这个当时候 具有罗马授权的行政长官 他有这个政治跟法律的一个 最终的权柄 他来宣告耶稣其实是没有罪的 这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强调 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呢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后来被处死 其实是一个不公义的 不公正的判决 他等于是被冤枉的 他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 或者他有什么罪 他必须要承担这些 所以这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 就是耶稣他被处死 完全是为了要代替世人的罪 如果他今天他有罪 他就没有权利能够代替人 可是因为他是无罪的 如同格林多后书第五章 二十一节那边说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救人计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罪竟然归在他的身上 而他原本是无罪的 他却要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被钉死 他却要因此付上生命的代价 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他的义就归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因着信就被称为义 被宣告无罪 这是神的恩典 这就是救恩 这就是代数 这也是我们所得到的白白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没有为这样的恩典 来向神献上感恩 并且愿意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能够成为神可使用的器皿呢 在路加福音当中 我们看到他特别记载 这个比较多审问的过程 很详细的 至少在这边三次 比较多宣告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 可是当时候控告耶稣的这些 犹太的宗教领袖 也鼓动了众人 众人当然是无知的 他们就在那边一起起哄说 要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比较多实在是没有办法 不过这些人的这种声音 我们看到他最后还是妥协了 原本他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就是在逾越节旗 释放一个人给他们 他建议释放耶稣 可是没有想到群众们 却执意要让耶稣受极刑 也就是当时候最残酷的 定时之架的刑罚 反而他们要求 要释放原来的另外一个重刑犯 就是叫做巴拉巴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的发展 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公义的结果 一个真正的杀人犯 一个真正的重刑犯 本来该被钉十字架的 却得到释放 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是另外一位无罪的耶稣 他却因着众人的这种要求 就被宣判死刑 亲爱的姐妹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发生在人世当中 很多时候这些的冤屈 好像是没有办法 去真正的彰显公义 但是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有他的计划 因为耶稣是代替了世人的罪 而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当时候被释放的 那个巴拉巴 他是非常有感触的 整个的耶稣被宣判死刑 是出于众人的要求 出于犹太宗教领袖的这种诬告 所以他们有绝对的责任 而彼拉多也脱不了干系 因为他顺应了 或者说妥协了 他就也宣判耶稣死刑 他做了不公义的判决 他也有责任 但是却成就了上帝特别的计划 而巴拉巴 据这个交易历史的记载 后来他成为一个 传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 因为他真正的发现 他能够得到释放 他能够免除一死 是因为有人代替了他 所以后来听说他各处去 为耶稣做见证 他的所说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巴拉巴他从今的生命 是为了那一位代替他受死的耶稣而活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像巴拉巴这样呢 事实上 我们的罪 就是害死耶稣的 我们如果在现场 可能也是像那些无知的群众一样 喊着要钉他十字架 这些罪本来该跪在我们身上 但是耶稣他为我们担当了 就像巴拉巴 我们也可以向世人宣告说 他为我死 我愿意为他而活 愿这样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 主你不只是为世人死 主你就是为我们这个该死的罪人而死 主啊 我们也只有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 我们也愿意说 你既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 我们也愿意一生一世 能够为你而活 能够来荣耀你 来宣扬你的圣名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